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要是就放在信封里 祝你们玩得愉快 小伙伴表示这样很好 老板不在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进入别墅后 小伙伴就开始挑选房间了 大翔和小雪是男女朋友 自然就住在一起 而其他三个人每人住一间 收拾完行李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零食 而小雪拿着低微 记录着这美好的时光 坐在中间的胖虎 称赞着大翔和阿凯 说大翔和阿凯 是公司最厉害的业务员 要不是签下了一个大单 大家都没有机会出来度假 就在大家把酒言欢的时候 外面下起了大雨 喝了几杯酒 小雪起身去上厕所 这时旁边的房门突然打开了 小雪很好奇就走了进去 结果看见了恐怖的一幕 小伙伴听到小雪的尖叫声 急忙赶了过来 房间里面突然躺着一具尸体 大翔见状让大家快报警 结果大家的手机全都没信号 更奇怪的是 坐机也拨不出去 于是小伙伴们决定开吹下山报警 但外面的雨下得很大 还伴随着大风 与此同时 新闻也报道了这次台风的危害 希望市民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看了新闻后 大家就打消了下山的想法 随后 小伙伴讨论起死者的身份 房间里面有两个登山包 所以死者应该是一位游客 说完大翔和阿凯就打开了登山包 结果里面全是千元大钞 两个包加在一起 差不多有一个亿 普通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如果是谋财害命 那凶手为什么没有把钱拿走呢 讨论半天 小伙伴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答案 于是大翔就让大家回房休息 明天再想办法报警 结果第二天 死者的钱居然少了一袋 胖母说 会不会是凶手 昨晚偷偷溜进来 拿走了一袋 阿凯立刻反驳道 我昨晚将所有的门窗都反锁了 外面的人根本进不来 婷婷说 难道是我们拿的 大翔表示 我们是好朋友 我不相信大家会做这种事 婷婷继续说 人都会有贪恋 你们谁敢发誓 自己没有对这一亿元心动过 婷婷这样一说 小伙伴全都低下了头 晚上 小雪被外面的雷声吵醒了 起来一瞧 大翔居然不在身边 于是小雪出来找大翔 结果看见大翔偷偷摸摸的 从游客的房间走了出来 小雪很诧异 难道大翔他 第三天一早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死者的另一袋钱也不见了 婷婷笑着说 我猜的没错 肯定是我们的人拿走了 先婷婷一直在怀疑大家 阿凯不爽了 并怼了婷婷 我们这里最缺钱的人应该是你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下做过什么 两人吵了一架后 不缓而散 晚上 小雪来到阿凯的房间和阿凯说了 大翔昨晚从死者房间走出来的事情 阿凯说 大翔还有一个秘密 一个让你无法接受的秘密 听完这个秘密 小雪立刻回来质问大翔 你是不是和别的女人乱搞 还被拍了小视频 现在人家要你拿风口费 所以你偷走了那袋钱 大翔急忙解释 自己是被陷害的 但小雪根本就不听 推开大翔 把自己关在了厕所里 大翔在外面敲了几身门后 就没了动静 小雪感觉很奇怪 打开门一瞧 大翔居然死了 死因和女客一样 也是被匕首赐死的 阿凯建议大家都聚在一起 以免悲剧再次发生 婷婷却说 你们其中一个人就是凶手 我不想和你们在一起 阿凯拽住婷婷说 就是你勾引大翔 并敲诈他的吧 所以你的嫌疑最大 小雪一听 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到阿凯一直护着小雪 婷婷立刻回击道 阿凯 你就别装好人了 你一直暗恋着小雪对不对 现在大翔死了 你就有机会和小雪在一起了 所以你也有杀人动机 说完阿凯 婷婷又把矛头指向胖虎 说胖虎早就看阿凯不爽了 而且胖虎最近投资股票 血本无归 所以胖虎现在也需要钱 说完 婷婷笑着贵乐房 一转眼到了凌晨三点 婷婷进房后 就一直没有出来 小伙伴有点担心 于是决定到婷婷的房间看一看 结果喊了几声 无人应答 推开门一瞧 婷婷根本不在 于是三人分头寻找 找了一圈后 阿凯在冰箱里 找到了婷婷的尸体 而婷婷也是被匕首刺死的 当阿凯查看凶器的时候 小雪他们赶得过来 阿凯见状 急忙扔下匕首说 你们别误会 不是我 接着 胖虎搜查了阿凯的房间 结果在床底下 找到了游客的鸟袋钱 阿凯想要解释 但小雪和胖虎不再相信他了 最后两人合伙将阿凯绑了起来 绑人过程中 胖虎受了一点伤 于是小雪去给胖虎找医药箱 来到一个杂物室 小雪看见了一台监控设备 小雪心想 也许可以从监控画面中 找出真正的凶手 翻阅了几段回放后 小雪惊讶地发现 杀害大翔和婷婷的人 居然是胖虎 知道真相后 小雪急忙跑回来叫醒阿凯 结果阿凯已经断气了 接着胖虎回来了 胖虎说 阿凯他畏罪自杀 咬舌自尽呢 就在胖虎坐下来 让小雪给他上药的时候 小雪捡起床上的匕首 狠狠戳向胖虎的胸口 由于胖虎皮糟肉厚 这一刀没有伤及到药汉 于是胖虎和小雪 扭打在一块 最后小雪用皮带 捏死了胖虎 而胖虎临死前 抢过匕首 捅了小雪三下 胖虎彻底断气后 小雪大笑着说 你们都死了 一亿元是我的了 接着小雪爬向房间 准备拿走两袋钱 就在这时 游客的尸体 居然站了起来 小雪一脸梦圈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游客说 恭喜你 你是唯一的幸存者 我是直播秀的制作人 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节目组设计的 包括你们遇到的暴风雨 你们这群好朋友 自相残杀的戏码 已经在网上直播了 而你却笑到了最后 如果你能活着出去 你可以拿走一亿元的奖金 小雪抱着钱袋子 想要离开这里 但她已经爬不动了 最后 小雪趴在钱上面 停止了呼吸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如果小伙伴喜欢这个单元剧 小悠会持续更新的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 追吻别 女主小爱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她拥有死亡之吻 大学毕业那天 小爱鼓起勇气 给了男友一个吻 结果男友当天 就从阳台上掉下来摔死了 毕业后 小爱又谈了一个男友 两人交往没多久 男友就被小车撞死了 抢合的是 前一分钟 小爱给了男友一个吻 经过这两件事 小爱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吻有毒 只要被自己亲过的人 一定没有好下场 这点晚上 小爱遇到了一个猥琐的色狼 小爱凝起一动 上前吻了一下色狼 下一秒 闺蜜娟子 踢着棒子冲过来 将色狼抱住了一顿 回到家后 娟子安抚着小爱 但小爱害怕的不是色狼 而是自己的吻 如果自己真的拥有 死亡之吻的话 那以后都不能再谈男朋友了 第二天 小爱去医院体检的时候 又碰到了一位色狼医生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医生 小爱就故意勾引医生 并给了他一个吻 随后 这位医生就触电身亡了 从这一刻开始 小爱就萌生了一个念头 要用自己的吻 替天醒道 教训天下所有的坏男人 晚上 小爱和男闺蜜小鸡 去到酒吧喝酒 就在这时 旁边的眼镜书 摸了小鸡一下 然后调戏小鸡 小爱看不下去了 过来抢我的眼镜书 眼镜书非常嫌弃的 擦了擦嘴巴说 神经病啊 随后 这位眼镜书 就陪高空坠雾 给砸死了 这天 小爱在公园看书的时候 遇见了一位 溜狗的倒霉哥 就在小爱和倒霉哥 谈断狗狗的时候 一个骑自行车的 从后面撞到倒霉哥一下 导致倒霉哥 亲到了小爱的嘴唇 小爱心中非常忐忑 因为这位倒霉哥不是坏人 如果他出事 自己就罪过了 为了倒霉哥的安全 小爱决定寸步不离地 守护倒霉哥 相处一段日子后 两人渐渐地 发展到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这天 小爱带着倒霉哥 来见自己的两位闺蜜 娟子和小鸡 结果娟子认识倒霉哥 因为倒霉哥是娟子的前男友 当娟子得知倒霉哥 已经和小爱好上的时候 娟子表现得非常不爽 接着 娟子对小爱说 你说他是喜欢你的清纯呢 还是喜欢我的性感呢 说完 娟子狠狠地吻到小爱一下 这一切都被倒霉哥和小鸡 看在眼中 当天晚上 娟子发生了意外 死在了家里 小爱非常惊恐 难道娟子也是因为我的吻而死的吗 接着 小爱想起娟子曾经说过 她的前男友是一个渣男 而且还有暴力倾向 于是小爱怀疑 杀死娟子的就是倒霉哥 为了替娟子报仇 小爱给了倒霉哥一个吻 随后小鸡过来了 小鸡说自己有个东西 那在酒吧 希望倒霉哥开车 带自己去拿一下 倒霉哥和小鸡刚离开 小爱就接到了警察电话 来到了警局 警察说 已经找到了杀害娟子的凶手了 你看看 你认识监控中这个人吗 小爱一瞧 整个人不好了 凶手居然是好闺蜜小鸡 这样说的话 倒霉哥也有危险了 于是小爱急忙跑出去 救倒霉哥 寻找一圈后 小爱在天桥上遇见了他们 而此时 小鸡拿着匕首 准备杀死倒霉哥 面对小爱的质问 小鸡将所有的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小鸡在学生时期 就一直暗认着小爱 就在小鸡 准备向小爱告白的前一天 小鸡发生车祸 导致下半身受到了创伤 出院后 小鸡的心里就出现了问题 于是 小鸡就伪装成同性恋的身份 陪伴在小爱身边 与此同时 小鸡又无法忍受 小爱和别的男生在一起 所以只要被小爱吻过的人 都会被小鸡清除掉 这一刻 小爱也终于明白了 死亡之吻根本不存在 自己的嘴根本没毒 真相大白后 小鸡推开倒霉哥 然后抱着小爱 深深地吻了一下 接着 小鸡就从天桥上 跳了下去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鱼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鱼的鱼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 知宠父的人生 女主嘉欣患有严重的哮喘 于是父亲决定在郊区 买套房给女儿养病 逛了一圈 嘉欣看中了一套破房子 父亲很诧异 问女儿为什么喜欢这里 嘉欣说 我也不清楚 就是感觉这里非常亲切 父亲拗不过女儿 只好买下了这栋脑别墅 女看护雅文也很好奇 那么多心修的别墅不选 非要坚持选这栋 嘉欣笑着说 因为我感觉我住过这里 到了深夜 嘉欣翻来覆去 就是睡不着 于是嘉欣起来梳头发 就在这时 嘉欣在镜子里 看到了一个女生 女生正在绣花 结果把手给扎破了 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 嘉欣吓傻了 居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下一秒 嘉欣就被惊醒了 原来做了一个噩梦 第二天插花的时候 嘉欣不小心把手扎破了 怎么那么巧 昨晚的梦也是把手扎破了 接着男友子浩过来了 看到嘉欣受伤了 子浩非常心疼 让嘉欣下次小心一点 不然董事长会怪我的 就在这时 嘉欣听到了一段 悠扬的音乐声 顺着音乐声 嘉欣找到了一本 音乐日记本 嘉欣非常惊讶 自己也有这样的音乐日记本 这个日记本的主人 是一位名叫小南的女生 小南在日记里写道 今早刺绣的时候 不小心将手扎破了 还好有保姆 即使给我爆炸 接着男友就过来看我了 看到这里 嘉欣整个人都懵了 这不是自己的人生吗 接着 嘉欣在日记本中 找到了小南的照片 和嘉欣长得一模一样 更诡异的是 嘉欣的生日和小南是同一天 只不过 他们相差一百年 说到这里 杨文想到了一则 关于百年重复人生的报道 比如林肯和肯迪尼 两位总统 他们就有着相似的人生 而且也是相隔一百年 如果百年重复人生 是真的话 嘉欣就能通过小南的日记 来剧透自己的人生了 只可惜 小南的日记 只写到了22岁 而嘉欣 马上就23岁了 这天晚上 嘉欣发现 挂钟里 放着几张纸 拿出来一瞧 居然是小南的日记 看完这篇日记后 嘉欣整个人不好了 第二天 嘉欣就让父亲 待在家里不要出远门 但父亲表示 自己要去日本谈生意 见父亲不同意 嘉欣就说 小南的父亲 就是在日本撞死的 看到父亲一脸蒙圈 嘉欣就把日记的事情 告诉给了父亲 父亲觉得这事太荒唐了 世上怎么会有重复的人生 说完 父亲就让子昊 准备好行李 马上出发 就当父亲去日本的第二天 子昊打回电话 告诉给嘉欣 父亲车祸去世了 嘉欣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就病倒了 子昊从日本赶回来后 每天陪在嘉欣的身边 待嘉欣康复出院后 两人就结婚了 而子昊也继承了宁家的产业 就在这时 子昊接到一个电话 说工厂失火 要过去一趟 子昊走后 嘉欣坐在客厅发呆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 一闪而过 嘉欣急忙追过去 来到一个房间后 那个女人就消失了 而这个房间 摆着小蓝的画像 晚上嘉欣又被噩梦惊醒了 睡不着的嘉欣 再次来到白天那个房间 结果发现 小蓝的画像 掉在了地上 就在嘉欣准备挂上去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画像背面写着一排字 悼念爱情小蓝 享年23岁 看到这排字后 嘉欣感到胸口 异常的难受 因为嘉欣今天 刚好23岁 最后嘉欣 哮喘发作 当场死亡 画面一转 看护雅文和子昊 正在喝酒庆祝 雅文笑着说 现在 宁家的财产 都是我们的了 原来这一切 都是雅文和子昊 精心设计的 当嘉欣 认为自己和小蓝 是重复人生的时候 子昊 就想了一个计策 他伪装小蓝的笔记 写了一篇日记 说小蓝的父亲 车祸身亡 而嘉欣父亲的车祸 其实是子昊搞的鬼 接着 子昊又在小蓝的画像背面写上 爱妻小蓝 小年23岁 让嘉欣以为这是命中注定 最后活活被吓死 就在雅文进去拿酒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张 一百年前的旧报纸 旧报纸上面说 父亲和勾结女看护 害死傅家女小男 雅文非常惊恐 难道百年重复人生是真的 子昊安慰着雅文 巧合而已 不要一身一鬼了 几天后 子昊又带着雅文 回到了这栋别墅 因为嘉欣父亲 生前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现在工厂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而雅文去图书馆 查了一百年前的旧报纸 找到了小蓝丈夫和女看护的消息 他们本以为可以得到一大笔财产 没想到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 而后面的报纸图书馆没有收藏 雅文就委托给了闺蜜 雅文担心自己的人生也被重复了 子昊不耐烦的说 不要乱讲了 说完子昊给雅文倒了一杯酒 喝完酒 雅文电话响了 是闺蜜打来的 闺蜜说已经找到了后续的报纸 并告诉给了雅文 小蓝丈夫和女看护最后的下场 听完电话 雅文捂着肚子痛苦地跪在地上 而子昊也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子昊在酒里下了毒 雅文趴在地上告诉给子昊 重复人生是真的 你知道吗 那个女看护就是被小蓝的丈夫毒死的 而小蓝的丈夫也会被火 火 没等雅文说完 雅文就断气了 从这一刻开始 子昊终于相信重复人生的命运了 子昊非常害怕 他要远离一切和火有关的东西 子昊准备开车离开 但他又怕小车爆炸 于是子昊打算用步行 走了一会儿后 子昊想抽个烟 但抽烟又用打火机 于是子昊就扔了打火机 就在这时 子昊的脚被轨道夹住了 紧接着火车开了过来 原来雅文想说的是火车 碰了一声 子昊被火车撞死了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重复的人生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断重复 自己犯过的错误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之命运怀表 这天晚上 男主大伟正在酒店 等待客房送餐服务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对方用变声器的声音说 高大伟 你必须为你今天所做的事情道歉 否则十分钟后你就会死 大伟以为是谁在恶作剧 结果对方说出了大伟今天的穿着打扮 还知道大伟几分钟前叫了送餐服务 见大伟开始害怕了 对方继续说 好好想想你今天做过什么 你就知道该和谁道歉了 于是大伟就开始回忆起今天所发生的事 早上八点五时大伟吃完早餐就告诉妻子 今天下午要去高雄开会 所以晚上就不回来了 说完大伟就出门了 半路上大伟发现手表坏了 于是就来到钟表行 逛了一圈后 大伟看中了一块坏表 就在大伟和老板谈价钱的时候 冲进来一个持枪的劫匪 劫匪威胁大伟把店里的钱放在这个袋子里 结果大伟误打误装 让劫匪露了馅 枪原来是假的 劫匪健壮 只好灰妞妞的逃走了 老板非常感谢大伟 就将这怀表送给了大伟 老板还告诉大伟 这块表可以随意控制时间 当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转动它就行了 大伟以为老板在开玩笑 并没有当回事 来到公司后 大伟就把下属叫进了办公室 并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就将下属给开除了 下属表示 自己由一家老小要养 希望给条活路 但大伟却说 这是总经理的意思 自己无能为力 到了下午 大伟并没有去高雄开会 而是和秘书来到了酒店 秘书突然告诉大伟 自己怀孕了 大伟一听 脸色瞬间就变了 大伟拿出一笔钱 让秘书自己解决 见大伟用钱打发自己 秘书气炸了 秘书把大伟抽骂了一顿 然后愤然离去 回忆结束后 大伟终于想明白了 电话那头肯定是秘书 大伟笑着说 我是不会道歉的 我看你能把我怎样 话音刚落 门宁响了 是送餐的服务员 服务员进来后 直接掏出手枪 朝大伟开了一枪 因此前 大伟想到了 钟表行老板的话 于是就转动了怀表 画面一转 时间回到了秘书 愤然离去的时候 大伟非常惊讶 没想到这个怀表 真的可以控制时间 接着大伟追出去 给秘书道了歉 并答应秘书 自己会和妻子离婚 秘书听得非常开心 立刻就原谅了大伟 就在大伟以为 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手机又响了 对方说 你必须为你今天 所做的事情道歉 不然十分钟后 你就会死 大伟整个人都懵了 原来要道歉的人 并不是秘书 那会是谁呢 惊慌失措的大伟 急忙丢下秘书 然后逃进一个电话亭 就在这时 杀手出现了 碰的一声 大伟中弹了 民死前 大伟再次转动了怀表 画面一转 时间回到了大伟 开除下属的时间 大伟急忙追出去 和下属解释 虽然总经历要开除你 但我觉得 你的业务水平非常棒 放心嘛 我一定会保你的 于是下属就相信了大伟 准备下班的时候 大伟第三次 接到杀手的电话 杀手说着同样的台词 让大伟想想 今天做过什么 应该向谁道歉 几分钟后 大伟再次中枪 民死前 大伟把时间 调回到了 逛钟表店的时候 看到大伟 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老板站出来 对大伟说 看你早上 赶走劫匪的份上 我就给你几句忠告 虚情假意的道歉话 是没用的 如果你还是无法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么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老板这样一说 大伟更加激动了 直接将怀表砸碎了 能经过后 大伟终于开始反省了 大伟意识到 自己的确伤害了很多人 来到公司后 大伟真诚地向下属道歉 并把下属 推荐给总经理 让下属 接替自己的位置 下属非常感动 要求大伟留下来一起打拼 随后 大伟找到秘书 并向他坦诚 你的孩子 我会负责 但我无法给你婚姻 因为我还爱着我的妻子 既然大伟把话说开了 秘书就告诉大伟 孩子的事 其实是骗你的 我现在知道 你爱的人是你妻子 所以我会退出的 于是大伟就和秘书 和平分手了 回到家后 大伟没有看到妻子 不过在桌上 看到了妻子 给自己做的泡芙 就在大伟持着心爱泡芙的时候 灯突然灭了 大伟吓坏了 难道杀手又来了 如果这次中枪 大伟就死悄悄了 因为怀表已经摔坏了 接着 妻子拿着一个生日蛋糕 出现在大伟面前 原来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大伟急忙向妻子道歉 对不起 结婚纪念日我都忘了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 来弥补我的过错 与此同时 大伟也意识到 之前朝自己开枪的杀手 正是自己的妻子 幸亏大伟已经向妻子道歉了 不然就悲剧了 画面一转 一年后 公司来了一位新秘书 秘书第一天上班 就递给大伟一张酒店房卡 但大伟直接将房卡扔了 因为今天是大伟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 如果大伟不回家 就要遭殃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经营传奇之 《魔幻识别证》 男主艾迪有一个爱好 就是做百日梦 这天他梦见自己 成了公司的董事长 就在艾迪意有未尽的时候 领导一巴掌 把艾迪给删醒了 接着 领导把艾迪狠狠批评了一顿 不好好工作 整天就直到睡觉 随后 艾迪去卫生间洗手的时候 一张小卡片 从艾迪的口袋里掉了出来 艾迪这次想起来 小卡片是昨晚酒吧妹子送给自己的 妹子当时落在艾迪 这张小卡片不是普通的小卡片 它叫做《魔幻识别证》 你想变成谁 只要在上面写下他的名字就行了 艾迪心想 刚刚睡觉 被领导发现 都怪同事大明没有提醒自己 于是艾迪就在卡片上写下了 大明的爸爸 接着 大明过来了 在大明眼中 艾迪真的变成了他的爸爸 见大明喊自己爸爸 艾迪非常兴奋 于是开口向大明要钱 而大明则乖乖的给了艾迪几千块 尝到甜头后 艾迪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这时 秘书从艾迪身边走了过去 艾迪见状 急忙将大明的爸爸几个字擦掉 然后写上了秘书的名字 接着 艾迪偷偷溜到了经理的办公室 看到经理不在 艾迪打算看看这个月的工资单 就在这时 经理回来了 看到秘书如此妖娆 经理冲上来 就开始动手动脚 艾迪吓坏了 急忙逃出了办公室 随后 艾迪到卫生间上厕所 由于艾迪还没有把秘书的名字擦掉 所以他把其他男同事吓了一跳 艾迪反应过来后 急忙将秘书的名字擦掉了 下午的时候 领导问艾迪 你联系的大明星什么时候到 广告马上就要拍摄了 艾迪突然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和大明星预约 于是艾迪就把大明星的名字 写在了小卡片上 画面一转 艾迪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大明星 拍摄完广告后 艾迪还约了一位女粉丝 就在艾迪脱掉衣服 准备吃女粉丝豆腐的时候 艾迪显出了原形 因为他把小卡片也摘掉了 女粉丝惨叫一声 把艾迪给干得出来 看到出来的是艾迪 大明很诧异 我刚刚送过来了不是大明星吗 怎么艾迪跑出来了 于是大明偷偷跟踪了艾迪 随后艾迪看到了一位黑脑大 走进了一家夜总会 艾迪心想 变成黑脑大 偶尔也蛮不错的 于是艾迪就在卡片上 写下了黑帮大哥 这一切都被大明看在眼里 原来艾迪可以变换容貌 艾迪正准备进夜总会 但又怕两个黑脑大同时在场 身份会被戳穿 于是艾迪就先回了家 过了一会儿 黑脑大出来了 当明以为这是艾迪变身的 于是上前和黑脑大嘻嘻哈哈 结果被黑脑大暴揍了一顿 第二天 艾迪打开电视 就听到了一条新闻 黑脑大因打架斗殴 逃到了国外去了 艾迪非常激动 假扮黑脑大的机会终于来了 变成黑脑大后 艾迪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手下教育了一番 让他们懂礼貌 不要整天打打杀杀的 不仅如此艾迪还救了一个陪酒女 并给陪酒女三块金表 让她改行干别的 陪酒女一脸蒙圈 感觉黑脑大怪怪的 从夜总会出来后 黑脑大的仇家出来寻仇了 幸亏艾迪跑得快 躲过了一劫 看来黑脑大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艾迪拿出小卡片 准备擦掉黑脑大的名字 就在这时 同时大明从背后敲韵了艾迪 并抢走了他的小卡片 大明得到小卡片后 各种变换身份 因此得到了一大笔博业之财 而艾迪只能回去 老老实实的上班了 这天 大明购物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小流氓 小流氓不仅将大明 冲骂了一顿 还抢走了大明的钱包 大明会狠狠的说 给我等着 晚上 大明换成黑脑大的身份 准备去找那两个小流氓报仇 就在这时 黑脑大的仇家出现了 这一次 仇家直接用狙击枪 射中了大明 刚好艾迪从这经过 看到黑脑大的胸口 挂着小卡片 艾迪很诧异 这不是我的吗 当艾迪拿掉小卡片后 大明瞬间恢复了原貌 紧接着 之前那个酒吧妹子过来了 妹子说 你还需要魔幻识别症吗 艾迪一急忙摇头 不用不用了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难》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云难》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之作家的笔 男主阿文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 最近他突然没了灵感 怎么都写不出新的作品 面对主编的催稿 阿文非常焦虑 为了寻求新的创作灵感 阿文背着妻子 在外面找了一位女粉丝 当做自己的情人 和情人快活一段日子后 阿文依旧写不出新的作品 这天晚上 阿文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遇见了一位北地摊的爷爷 阿文一眼就看中了爷爷的钢笔 阿文问爷爷 这钢笔多少钱 爷爷说 没有价格 因为我的东西只卖给有缘人 你想要就拿去吧 阿文没想太多 放下一千块 就将钢笔拿走了 回到家后 阿文打算用这支钢笔写作 结果发现这支钢笔吸不进墨水 阿文非常生气 一千块居然买了一支坏钢笔 就在这时 阿文不小心将酒瓶摔碎了 而阿文的胳膊被玻璃渣割伤了 接着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滴血滴在钢笔上 瞬间就被吸了进去 难道这是钢笔只吸人血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阿文将钢笔头对准自己的伤口 结果钢笔还真的吸满了 钢笔吸了血液后 阿文瞬间就来了灵感 于是阿文就利用一个通宵的时间 完成了稿子 次日 阿文就将稿子交给了主编 主编一开始非常诧异 怎么敢用红色墨水呢 而且还有一股新臭味 当看完稿子后 主编非常满意 不断夸赞阿文 文笔越来越好了 接着 主编告诉阿文 最近非常牛心女性视角的小说 希望阿文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当天晚上 阿文就开始新的创作了 由于钢笔用的都是自己的血液 所以阿文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了 妻子非常担心阿文 让阿文不要熬夜 早点休息 就在这时 阿文眼前一顿花白 接着 阿文就晕了过去 随后 阿文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妻子 阿文的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 就是贫血非常严重 出院后 阿文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狗血来写作 于是阿文打死了一只小狗 并用小狗的血液完成了稿子 第二天 阿文就将稿子交给了主编 结果挨了主编一顿臭妈 让你用女性的视角 不是用狗狗的视角 阿文非常郁闷 难道不能用狗血 接着 阿文开始打情人的主意了 阿文将情人灌醉后 抽取了她的血液 用了情人的血液后 阿文果然纹丝如泉涌 等待几个小时 阿文就完成了稿子 当阿文回看这篇稿子时 却发现这篇稿子 根本无法发表 因为写得太露骨了 就在这时 妻子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阿文见证 立刻举起妻子的手 接了满满一杯的血 妻子非常惊恐 完全不知道阿文在干嘛 随后 阿文用妻子的血 写了一篇稿子 结果妻子性格太保守 所以写出来的东西 非常平庸 阿文突然意识到 这只钢笔 就是嗜血的魔鬼 如果继续使用 一定会闹出人命的 于是阿文就将这只钢笔 埋在了后院里 谁知次日一早 这只钢笔又跑到了 阿文的桌子上 而阿文鬼使神差的 拿起了这只钢笔 与此同时 一个声音出现在阿文的脑海里 我饿了 我要喝血 看来阿文已经被这只钢笔 控制了 随后阿文来到情人家里 将其打云 然后从情人身体里 抽了两杯血 喂了钢笔 回到家后 妻子吓坏了 阿文身上全是血 而他手里还提着两罐血 阿文笑着对妻子说 不要害怕 这是用来写稿的 妻子已经察觉到 阿文不正常 准备离开这里 阿文见状 直接掏出钢笔 朝着妻子扎下去 而妻子反手 就将阿文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画面一转 妻子正在用钢笔写作 而阿文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她的胳膊 插着一只抽血的管子 原来妻子也有一个成为作家的梦想 当她知道钢笔的秘密后 她就想取代阿文成为畅销术的作家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 之人肉饺子 故事开始 三个小伙伴 ABC户外爬山 爬过一个山头后 小伙伴们看见了一个茅草屋 茅草屋旁边挂着一个招牌 饺子馆 刚好小伙伴们肚子饿了 于是决定吃完饺子再走 老板问吃多少个 小伙伴说来八十个吧 趁着老板煮饺子的功夫 小伙伴A给大家讲了一个恐怖的故事 某个深山里住着一对老夫妻 虽然他们很穷 但生活得非常幸福 随着儿子越来越大 老夫妻开始发愁了 因为儿子将来上大学需要很多钱 于是光头书打算开一家饺子馆 毕竟光头书年轻的时候是一位伙夫 他包的饺子又大又好吃 几天后光头书买回了几张新桌子 就在家里开了一家饺子馆 结果事与愿违根本没有客人光顾 好不容易来了一位客人 却是来接厕所的 光头书很郁闷 不停地抱怨 现在生意真是难做 一时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光头书就去寺庙求了一支签 结果光头书看不懂这签 于是就求助了妙公 妙公看着签说 要想饺子管有生意 必须要用人肉包饺子 光头书一听吓坏了 妙公继续说 你们要记住 人肉饺子只能卖给顾客 如果自己吃了的话 会遭到天浅 去挤 就在光头书琢磨 该去哪儿买人肉的时候 一群出兵的人 刚好从旁边经过 光头书说 我想起来了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公墓 我可以去那里搞点人肉 当天晚上 光头书偷偷摸摸地来到公墓 将白天门下的尸体 给挖了出来 回到家 光头书就将这些尸体 剁成了饺子馅 画面一转 饺子馆的生意真的好了起来 前来吃饺子的人 络绎不绝 这些时刻 还是从远地 慕名而来 由于晚上挖尸体 白天做生意 父亲鸟内坏了 忘记给儿子做便当了 于是儿子 就带了五个饺子 去学校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 儿子准备吃饺子 突然想起了父母的叮嘱 我们家的饺子 只能卖给客人 自己千万不能吃 儿子很好奇 就将饭盒 打开了一个封 结果发现饺子少了一颗 过了一会儿 儿子再次打开饭盒 饺子居然又少了一颗 儿子先坏了 急忙逃回家 告诉父母这件怪事 光头书学着儿子的方法 打开了一个封 结果饺子 就剩下两颗了 光头书认为 是儿子偷吃了 儿子拼命摇头 自己一个都没吃 光头书很诧异 难道真的闹鬼了 妻子不相信 也学着开了一个封 里面居然是空的 是否不是货 是货躲不够 光头书直接将盖子揭开了 结果发现饺子并没有消失 而是粘在了盖子背面 故事讲完后 三个小伙伴瞬间被逗笑了 小伙伴毕说 这是什么鬼结局 太扯了吧 后面的结局应该这样改 中午休息的时候 儿子实在太恶了 就把五颗饺子全吃了 吃完饺子 肚子传来一阵剧痛 儿子这才想到了父母的叮嘱 于是捂着肚子逃回了家 光头书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去求助妙宫 结果附近的村民告诉光头书 这个妙宫其实是个神经病 他说的话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 听到这里 光头书瞬间就晕倒了 小伙伴C说 你这个结局也不好 故事的开头用惊悚的 结尾也应该用惊悚的 接着小伙伴C讲出了 他的修改版本 儿子吃完饺子后 他的手变成了绿色 儿子吓坏了 跑回去找父母 没一会儿 儿子的身体全都变成了绿色 父母束手无策 只能去找妙宫 妙宫说 你们的儿子没救了 因为他吃了 你们包的人肉饺子 接下来 你们也会遭到天前的 光头书非常惊恐 希望妙宫救救自己 妙宫想了想说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你的儿子 做成饺子 并且自己吃掉 只有这样 才能躲过天前 光头书表示 这种事情 就算自己去死也办不到啊 结果下一秒 光头书就说服了妻子 将儿子做成了饺子 结果饺子煮熟后 也是绿色的 看着绿色的饺子 夫妻脸怎么都吃不进 就在这时 老板将三个小伙伴的 80个饺子端了出来 看到饺子是绿的后 三个小伙伴吓傻了 最后连滚带爬的 从饺子馆逃了出去 老板非常气愤 臭小子 不吃就不要进来嘛 韭菜饺子不是绿色的 难道还是红色的吗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小伙伴们还敢吃韭菜饺子吗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优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之写真手渣 男主小刚是一位八卦小记者 虽然自己赚的不多 但他总是幻想着一夜暴富 这天小刚和妻子 先聊的时候 聊到了小车 小刚就告诉妻子 自己做梦都想换一辆宝马车 妻子听完后 若有所思 自认上班的时候 小刚接到一个电话 说小刚订阅了杂志 中了大奖 奖品是一辆高级小车 小刚忍不住笑了 你们是诈骗集团的吧 结果对方说 你的奖品已经送到你楼下了 小刚下来一瞧 还真的中了一辆宝马 小刚高兴坏了 立刻就带着妻子去兜风 自从开上宝马后 小刚就更加自信了 小刚告诉妻子 自己想跳槽 去一家大电视台 这天上班 小刚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家电视台 想邀请小刚加入他们 小刚非常惊讶 自己都没有投简历啊 难道是同行朋友 推荐自己的 小刚去问朋友 结果朋友表示 一无所知 这点晚上 小刚和妻子 到医院看望书工 回家的时候 妻子想上厕所 就把包包给了小刚 小刚无意间翻了一下包 结果找到了一个笔记本 而笔记本上面写的都是小刚的愿望 拥有宝马车 电视台上班 小刚非常震惊 难道自己的愿望 都是靠这个笔记本实现的吗 回到家 妻子突然发现笔记本不见了 于是就问小刚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笔记本 小刚说 没有 妻子表现得非常紧张 那个笔记本 是我在寺庙求来的 如果别人使用 会有危险的 小刚认为妻子 在危言耸听 并没有将笔记本拿出来 这天小刚想测试一下 笔记本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愿望 于是就写下了 得到书工的遗产 当天晚上 妻子就接到了一个恶号 书工去世了 而书工的巨额遗产 居然留给了妻子 小刚心中暗暗窃喜 自己一夜报复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有了钱后 小刚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他陪着妻子 在外面找了一位情人 第二天 小刚接到医院电话 妻子出车祸去世了 小刚整个人都懵了 怎么会这样呢 前往医院的途中 律师打来电话说 你妻子需要缴付一笔遗产税 但我现在联系不上她 听到遗产税 小刚突然想起来了 也许可以用笔记本救回妻子 于是小刚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 让妻子回来 晚上 妻子果然回来了 不过妻子的样子十分恐怖 毕竟是车祸身亡的 小刚吓坏了 急忙躲在床底 能经过后 小刚对着妻子说了一声对不起 然后就让妻子回到太平间 此时此刻 小刚终于想起来了 笔记本是妻子在寺庙求来的 所以只能是妻子使用 别人使用的话是有危险的 于是小刚打算将这个笔记本烧掉 诡异的是 这本笔记本根本不怕火 烧了半天 依旧完好无损 就在这时 小刚的身上冒出了一股白烟 没一会儿 小刚便葬身火海 影片结尾小刚的情人居然出现了 情人从火堆中 掀起了笔记本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娜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余娜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之明日报 故事开始 从小子阿伟 骑摩托车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一位 收费品的大叔 阿伟这人非常正直 他没有逃跑 而是将大叔送到了医院 经过一杆检查 大叔并没有什么大碍 于是阿伟支付了住院费 就先离开了 这点晚上 阿伟又遇见了那位大叔 看到大叔正在收拾废品 阿伟急忙上去帮忙 迎走前 大叔给了阿伟一份明日报 阿伟觉得很奇怪 给我报纸干嘛 我又不看 4日中午 阿伟和女友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听到了 电视报道了一起火灾 阿伟突然想起来了 昨天那份报纸 刊登了这条新闻 难道说那份明日报 可以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 于是阿伟就来到 昨晚遇见大叔的地方 等了一会儿后 大叔果然出现了 阿伟说 明日报还有吗 可以给我一份吗 大叔二话不说 就将报纸递给了阿伟 一转眼 大叔就不见了 随后 阿伟从明日报上面 看到了邻居脑王死了 原来出轨多年的脑王 被他妻子 娟子发现了 娟子一路之下 就将脑王和他的情人 杀死在家中 阿伟非常惊恐 不会是真的吧 为了阻止悲剧的发生 阿伟急忙赶回去 通知脑王 结果快到家门口时 阿伟就遇到了 满身是血的娟子 阿伟心想 完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看到娟子 朝自己举起了菜刀 阿伟吓得撒腿就跑 幸亏阿伟跑得快 不然就要被娟子灭口了 随后 阿伟被一家彩票店的 中奖信息吸引了 于是阿伟再次找到大叔 并向他要了一份明日报 这次阿伟并没有看首页新闻 而是直接翻到了 公布彩票号码的那一页 第二天 阿伟就按照明日报 上面公布的中奖号码 买了一株大乐透 结果还真中了9亿元的大奖 中了大奖后 阿伟立刻带着女友 买豪车买别墅 女友整个人都懵了 不知道阿伟哪来这么多钱 当天晚上 阿伟就开着豪车 带着女友出去兜风 就在这时 一辆小白车转了上来 阿伟转过头一瞧 吓出了一声冷汗 居然是凶手娟子 娟子开得非常快 看样子是想撞死阿伟 杀人灭口 毕竟阿伟开的是豪车 阿伟忙得踩了一脚油门 娟子瞬间就被摔开了 随后 阿伟和女友来到一家餐厅吃饭 阿伟喊了半天 就是不见服务员过来 阿伟很生气 等着去叫经理 结果阿伟直接从旁边的桌子 穿了过去 阿伟这才意识到 自己和女友已经死了 后面一转 正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 而这两台车 正是阿伟的豪车和娟子的车 影片结尾 镜头给到阿伟 用来买彩票的那份明日报 首页上赫然刊登着 阿伟的死讯 原来那天 阿伟只顾着买彩票中大奖 根本没有注意到 自己车祸死亡的新闻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 之打开幸福的家门 女主小爱最近非常郁闷 因为她的家人 总是给她惹麻烦 比如调皮了弟弟 喜欢偷小爱的东西 这次弟弟 偷走了小爱的钥匙 害得小爱进不了家门 小爱还有一个妹妹 妹妹也总是偷穿小爱的衣服 就算穿破了 也不告诉小爱 小爱很气愤 想要教训一下弟弟和妹妹 但母亲老是护着他们 说做姐姐的就该让着他们 而小爱的父亲 是一个不爱干净的邋遢鬼 他从来不洗衣服 看到小爱要去洗澡 就会让小爱顺便把衣服给洗了 小爱受不了 不想在这个家待下去了 于是小爱决定今晚去住酒店 结果前男小姐告诉小爱 今晚已经没房了 就在小爱准备去别家的时候 前男小姐突然拿出了一把钥匙 并告诉小爱 我曾经和你一样 对自己的家各种不满 不过后来才发现 原来的家才是最好的 如果你还是无法接受现在的家 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你的家门 你想要什么样的家 它都会帮你实现 小爱将信将疑的 拿着钥匙回了家 开门之前 小爱在心中默念 钥匙啊 连我一个家庭成员 都是社会精英的家庭吧 许完愿后 小爱就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家门 进屋后 小爱惊讶地发现 家里的家具焕然一新 而父亲变得十分严肃 说小爱一点规矩都不懂 这么晚回家也就算了 一进门就大呼小叫的 而母亲居然还在房里加班 看起来就是一位百女精英 小爱急忙来到弟弟的房间 结果弟弟已经变成了一位学霸 不喜欢别人进来打扰 第二天早上 一家人穿着很正式的吃着早餐 而小爱就这样穿着睡衣跑了出来 父亲忍不住呵斥了小爱几句 你怎么搞的 衣服都不换 难道今天不用上班吗 回到房间后 小爱突然意识到 住在这样优秀的家庭实在太压抑 自己迟早会崩溃的 于是小爱拿出钥匙 许了第二个愿望 给我一个简单的家庭 成员只要妈妈和妹妹就够了 一道金光闪过 小爱推开门 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 妹妹回来了 妹妹哭着告诉小爱 父亲和弟弟刚刚车祸去世了 小爱非常难受 没想到简单的家庭就是这样 于是小爱拿着钥匙 许了第三次愿望 给我一个普通的家庭 家人的感情都很好 每个人健健康康 为理想而努力 打开门后 母亲看到小爱回来了 就让小爱去厨房帮忙 原来家里看了一家饭店 每个人都要从早忙到晚 因为家人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 感情自然很好 小爱忍不住问妹妹 我们家开饭店开了多久了 妹妹说已经开了五年了 赚的钱都还了父亲的债务 之前父亲创业不是亏了500万 你都忘了吗 小爱无法接受这种苦日子 就对着钥匙许了第四次愿望 给我一个有钱的家庭 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赚 而且家庭成员非常团结 打开家门后 小爱发现桌上放着好多枪 而父亲抽着烟数着千元钞票 看样子 这个家已经变成了一个黑社会家庭 就在这时警察来了 小爱圈家人快投降 但家人非常团结 令死不屈 危急关头 小爱帮父亲挡了一颗子弹 倒在了地上 看到家人拿着武器正在和警察火拼 小爱这才意识到 原来的家才是最好的 影片结尾 小爱拿出钥匙取了最后一个愿望 让我回到最初的家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伙被虚拟情人逼迫谈恋爱的故事 虚拟情人 男主阿杰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小伙子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网络公司 同时他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 结婚没多久 妻子就怀孕了 阿杰非常开心 自己马上就可以当爸爸了 就在妻子怀孕的这段时间 好朋友大卫推荐给阿杰一个非常好玩的VR游戏 阿杰玩了一会儿后 立刻就上瘾了 并在游戏里面找了一位虚拟情人 红红 红红非常连阿杰 每次都会缠着阿杰 让阿杰多陪他一会儿 随着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 阿杰心中充满了愧疚 于是决定戒掉这个游戏 这天下班 阿杰打算早点回去陪妻子 所以阿杰没有登录游戏 直接关了电脑 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红红突然出现在电梯的显示屏上 并质问阿杰 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是不是想要抛弃我 阿杰吓坏了 急忙逃出了电梯 但红红阴魂不散的缠着阿杰 不管阿杰在哪 红红都会出现在附近的屏幕上 红红用非常哀怨的声音对阿杰说 亲爱的 躲起来是没用的 我会一直监视着你 阿杰没辙了 只能打电话求助好朋友大卫 因为游戏就是大卫推荐的 并且大卫还是一个程序员 阿杰说明情况后 大卫就帮阿杰删除了红红这个人物 阿杰以为删除了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结果想错了 当天晚上 阿杰接到了一个电话 居然是红红的声音 原来红红在被删除之前 就将自己的资料 备份在了其他电脑里 也就是说 红红现在无处不在 红红威胁阿杰 从今天开始 每天晚上都要登录游戏陪我 不然你就完蛋了 随后 妻子就收到了一封恐吓邮件 正是红红发来的 不仅如此 红红还会控制阿杰的电脑 让阿杰无法正常上班 阿杰很无赖 只能按照红红的意思 登录了游戏 看到阿杰进来了 红红上前 就给了阿杰一个吻 相处一晚后 阿杰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家 结果发现家人和同事都来了 原来今天是阿杰的生日 就在大家庆祝阿杰生日快乐的时候 红红也送上了祝福 他在屏幕里 祝阿杰生日快乐 阿杰受够了 他不想再看见红红了 于是让大卫想想办法 让红红彻底消失 大卫想了想说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使用电脑病毒 说完 大卫给阿杰写了一个病毒代码 画面一转 阿杰进入了游戏 并深情款款的 对着红红说了一句 我爱你 红红很激动 给了阿杰一个吻 刚吻完 阿杰就把红红推开 然后笑着说 我的吻是病毒 红红惨叫一声 接着就消失了 红红被病毒杀死后 阿杰非常开心 终于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影片结尾 阿杰回到了妻子身边 他决定以后做一个好老公 不再沉迷任何游戏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云嫩 云里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之瞬间的火柴 故事开始 眼镜叔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喝酒聊天 正式过来了一个神经病 神经病掏出一根火柴 让眼镜叔许润 眼镜叔觉得莫名其妙 随口说了一句 死一边去了 结果神经病当场就死掉了 随后警察来了 并判定神经病是死于心脏病 但眼镜叔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火柴肯定有古怪 然后就将神经病的那盒火柴 偷偷拿走了 第二天 眼镜叔想试试这个火柴 是否真的可以许愿 于是就找到一位路人 便问他 你有什么愿望吗 路人笑着说 我希望我能长出 无可以亮丽的头发 结果下一秒 眼镜叔长出了一头浓密的羞发 而路人一点变化都没有 难道说这火柴真的可以许愿 只不过是需要别人说出愿望 然后实现在自己的身上 为了确认这种猜想 眼镜叔就划了一根火柴 让简发妹说出自己的愿望 简发妹说 我想要一个大钻戒 刚说完 眼镜叔的手指上就多了一枚钻戒 眼镜叔高兴坏了 有了这个许愿火柴 自己就可以发大财了 这天 眼镜叔把同事阿昌约了出来 必让阿昌许一个发大财 钞票塞满钱包的愿望 阿昌却表示 这种愿望怎么可能会实现 在眼镜叔的死缠难打下 阿昌非常敷衍地许了愿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于是眼镜叔又得出一条结论 许愿的人必须是真心的 过了几天 到了阿昌的生日 就在阿昌许生日愿望的时候 眼镜叔急忙划来一种火柴 结果阿昌的愿望并不是发大财 而是让公司的女生红红 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随后 阿昌的愿望 就实现在了眼镜叔身上 红红开始疯狂地追求眼镜叔 眼镜叔想要解释 你应该喜欢阿昌 而不是我 红红一脸懵圈 不知道眼镜叔在说什么 就这样 红红把眼镜叔 拖回了自己的家 就在红红去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眼镜叔动了坏心思 偷偷跟着过来 结果发现红红站着脚便 原来红红是一个变性人 眼镜叔吓坏了 急忙逃回了家 可是第二天 红红就找到了眼镜叔的家 并对眼镜叔的妻子说 大嫂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不尽名分做小的 妻子一听气炸了 立刻将这对狗男女赶了出去 见红红一直纠缠自己 眼镜叔就破口大骂 说红红是个臭男人 而红红非常委屈地说 等我凑够了钱 再做最后一道手术 我就是真正的女人了 眼镜叔先想 那红红的愿望 肯定就要很多钱咯 于是急忙擦了一根火柴 让红红许愿 红红许完愿后 眼镜叔环顾四周 并没有出现钱啊 接着眼镜叔感觉 下半生发生了变化 原来红红许的愿望是 下半生变成女人 从这点之后 眼镜叔上厕所 就要躲着别人了 就算这样 眼镜叔依旧不死心 他找到了很多的人许愿 但全都失败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想发大财的乞丐 结果点燃的火柴 被一盆洗浇水打湿了 而乞丐的愿望 自然也就无法实现 这天晚上 眼镜叔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老沈 老沈向眼镜叔诉苦 自己做生意 亏了两百万 日子没法过了 眼镜叔暗暗窃喜 老沈现在肯定需要钱 于是就点了一根火柴 让老沈许个天降行财的愿望 结果老沈却说 你别闹了 我现在就想去死 眼镜叔一听 整个人不好了 如果愿望实现的话 自己就要死悄悄了 而且火柴都用完了 回到家后 眼镜叔发现妻子不在家 于是给妻子打电话 安排自己的后事 结果妻子不接电话 第二天一早 眼镜叔去娘家找妻子 过满路的时候 眼镜叔被一辆出租车撞飞了 幸运的是眼镜叔并没有被撞死 只是把腿给摔断了 听到眼镜叔出了车祸 妻子急忙从娘家赶了回来 就在这时 妻子发现地上有一根火柴 眼镜叔非常激动 急忙让妻子许愿 于是妻子就许了一个 希望可以回到从前 我们俩平平安安的在一起 说完 眼镜叔摔断了腿 瞬间就好了 眼镜叔也终于明白了 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单元剧 惊异传奇 直胎叫 故事开始 小爱怀孕了 对于一对普通夫妻来说 怀孕肯定是个好消息 但小爱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小爱是一位女强人 她不想丢下自己的美发工作 毕竟自己好不容易 混到了首席设计师的位置 于是小爱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丈夫小俊 但小俊不同意 一定要让小爱把孩子生下来 第二天上班 小爱一脸愁容 同时阿风就问小爱怎么了 小爱把自己的烦心事讲出来后 阿风就开导着小爱 你不是很喜欢小孩的吗 再说等你生完孩子 依旧可以回来当你的首席设计师啊 经过阿风的一番开导 小爱瞬间就想通了 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没多久 小爱的肚子就变大了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小爱还给肚子里的孩子上起来胎教课 这天小爱去医院产检出来 发现阿风站在外面 小爱很诧异 你不是在上班吗 怎么在这里 阿风吞吞吐吐的说 领导让我去接客户 刚好路过这里 说完阿风急匆匆的走了 回到家后 小爱给肚子里的宝宝唱了一首儿歌 紧接着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周围出现了小孩的声音 并唱起了儿歌的下半段 小爱一脸蒙圈 谁在说话 是我呀 我是你肚子里的宝宝 小爱不敢相信 还没出生的宝宝居然能说话 宝宝继续说 爸爸失业了 我们家很快就没钱了 小爱非常震惊 急忙拨打了小郡公司的电话 结果公司负责人 告诉小爱 小郡的确辞职了 每当小爱反应过来 宝宝又说了一句话 爸爸是坏人 他想杀掉我们 换取保险金 不信你去书房看看 来到书房后 小爱果然找到了一份保险单 而受益人正是小郡 接着 小爱在柜子里 找到了一个麻袋 而麻袋里面包着一卷麻绳 和一把锤子 宝宝说 这就是爸爸的作案工具 小爱很害怕 急忙将麻绳和锤子 扔到了外面的垃圾桶 下午小爱躺在沙发上 午睡的时候 隐约感觉到前面站着一个人 睁开眼一瞧 看到小郡拿着自己 扔掉的麻绳和锤子 小爱非常惊恐 难道小郡真的要害自己吗 小郡一脸尴尬的说 你怎么了 我只想给我们的小宝宝 做一个玩具 说完小郡就在院子里 做了一个秋千 原来是自己误会小郡呢 随后 小爱到医院产检 医生告诉小爱 怀孕期间产生轻微的幻听 是正常现象 听到医生这样说 小爱瞬间就释然了 从这年之后 小爱就再也没有 听到小宝宝的声音了 直到这天下午 小宝宝的声音再次传来 小宝宝说 爸爸今晚就会动手杀死我们 因为他彻底没钱了 不信你可以去查他的抽屉 和银行卡 小爱急忙来到书房 发现小郡又给自己 买了几分意外保险 接着 小爱查了小郡的银行卡 里面真的就剩一百块了 回到家后 小爱看到小郡 正在天台修水箱 这时 肚子里的小宝宝又说话了 妈妈 快把爸爸吞下去 不然倒霉的就是我们了 此时的小爱处底魔杖了 他按照小宝宝的吩咐 将小郡吞了下去 随后 小爱用按小宝宝的指使 朝着楼下大喊 快来人啊 我先生坠楼了 快帮我叫救护车啊 画面一转 警察来了 警察判定小郡的死 是一场意外 警察走后 小郡的手机响了 是移民公司打来的 移民公司告诉小爱 你老公的移民手续 已经办完了 恭喜你啊 嫁给了一个好老公 原来小郡知道小爱 喜欢纽西南 于是就提前辞职 打算和小爱移民纽西南 而小郡的资产 已经全部转移过去了 那些保单 就是为了办移民手续 而购买的 听到这里 小爱非常痛苦 开始打骂肚子里的小宝宝 而小宝宝又说话了 小郡根本不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已经被小郡杀死了 我只是帮爸爸复仇而已 我的爸爸就藏在二楼的橱柜里 小爱急忙来到二楼 并打开橱柜 结果从里面掉出来一个麻袋 而麻袋里面装的是同事 阿风的尸体 接着 小宝宝将所有的真相说了出来 那天晚上 小爱参加了阿风的生日聚会 并喝了不少酒 随后 他们俩迷迷糊糊的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由于喝了太多 他们俩醒来 什么都想不起来 而这一幕 被前来接小爱回家的小郡看见了 小郡非常爱小爱 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小郡无法容忍阿风 于是就用锤子敲死了阿风 然后将尸体藏在了碧柜里 所以小爱肚子里的小宝宝 其实是阿风的 知道所有的真相后 小爱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小郡 最后从天台跳了下去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妈妈 是我 不用看了 是你肚子里的宝宝啊